联准会释出鹰派讯号都隔了两天 美股市场仍然余波荡漾 美股五号才狂泄千点 六号虽然公布亮眼的就业报告 但美股开盘继续暴跌 四大指数中场全面下挫 道琼指数连续六个星期周线收黑 美国四月的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42.8万人 连续12个月超过40万门槛 失业率是3.6% 接近疫情爆发前的3.5% 凸显就业市场成长强劲 拜登乐的大秀经济成绩单 但投资情绪却认为 这反而给联准会支持 加速货币紧缩政策的绝佳理由 经济学家分析 全球央行持续升息抗通膨 今年夏天股市将出现更大的抛售潮 这也代表离市场底部还有一段距离 能源市场也是乌云笼罩 主要还是受到欧盟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影响 供应不足的担忧让油价飙升 西德州中极原油和布兰特原油 这个星期都涨了将近百分之五 战争和升息带来的不稳定 贯穿整州金融市场 从股市到能源恐慌蔓延 金新闻罗宁网主义报导